曹爺即將在3月14日 白色情人節發行新歌《愛人娜》 MV還特別邀請到孫協志、張勳傑演出 孫協志則是飾演少爺的女婿 而張勳傑則是首次演出爸爸 少爺要嫁女兒的戲碼 曹爺表示很多人一聽新歌會以為是情歌 但其實是他要寫給女兒的一首歌 孫協志、張勳傑兩人會願意演出 也是因為聽到曹爺說這首歌是要給女兒的 歡迎來參加我婚禮 沒有啦 哈哈哈哈 來參加我女兒 協志哥的婚禮 叫做我的婚禮 新歌叫愛人 然後他一開始設定是 以為是戀人就是情歌 然後他歌詞其實就是寫給自己女兒 MV女主角則是找來Youtuber張家寧 而張家寧一聽到能嫁給孫協志 就立刻排開行程興奮的來圓夢 初聽到草爺就是打架給我的時候 其實我基本上心地就是直接就敲定 然後我就之後趕快去排成 就是覺得說一定要來演這一次 他突然是警告我我有招你 對他說 他說我這個人 感謝感謝感謝 他說有學士歌 是這一次我的心 亞洲天團 對啊 是你我也要搶的演戲 還有群捷哥是 還有群捷哥是馬二仙式 就是真的是回憶傷害 沒有真的是回憶傷害 時代造英雄嘛 對 你看那個時候 你是我的偶像 曾經 我也是他的偶像 你們都是我的偶像 我也好想你們都是我的偶像 所以大家都在圓夢 真的都是在圓夢 圓夢圓夢 真的 哇 哇 哇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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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愛人也成為紅心智慧 年度關懷弱勢兒童的公益主題曲 已經連續四年擔任公益代言人 自己更是長期捐助人 不僅出錢出力 曹爺更表示我為人父親 有四個小孩 所以我更會特別關注 弱勢家庭孩童的需要 永遠